西甲第19轮比赛即将打响 西班牙人客场挑战瓦伦西亚 莫雷默的球队迎来一场硬仗 在赛前 西班牙人累计23分 排名第11位 距离欧战区还差6分 因此需要每场争胜 瓦伦西亚方面 拿到28分 西甲竞旅位居第8 比第4名只差2分 属于正式强队 根据报道 西班牙人有多人阳性 会缺席对阵瓦伦西亚的比赛 而乌雷有望迎来首发机会 国足球星冲击第二球 如果无垒帮助西班牙人获胜 相信会赢得主帅莫雷默的信任 西班牙人对阵瓦伦西亚 莫雷默手握6750万欧元的阵容 不如西甲竞旅 瓦伦西亚全队有2.5亿欧元 历史战绩显示 西班牙人创下了13年耻辱记录 自从2008年以来 他们在西甲客场 从未战胜过瓦伦西亚 并踢出了0-1 1-2 1比3的比分 在2020年7月17日 瓦伦西亚以1比0的比分 击败西班牙人 此一 无垒首发登场 但错失了绝佳机会 西班牙人最终未能赢球 可以看到 瓦伦西亚在主场的战斗力很强 堪称西班牙人的苦主 莫雷默有压力了 这轮联赛取胜的难度很大 最近一段时间 西班牙人的状态不稳定 各项赛事4场比赛 交出了2胜2负的成绩 对阵巴列卡诺 西班牙人0比1高负 对阵塞尔塔 西班牙人则是1比3输球 在国王杯赛场 西班牙人以2比1的比分 战胜了克里斯托竞技 成功竞技 此一 无垒强点破门 终于打破了赛季球荒 收获第一个进球 帮助西班牙人二制营逆战对手 另外 西班牙人在西甲以4比3的比分 赢了莱万特 德托马斯进球 本轮比赛 西班牙人又是关键战 如果想冲击欧战 必须全力以赴 瓦伦西亚方面 近期状态非常火热 彻底甩开了西班牙人 西甲竞旅在各项赛事 已经豪取5连胜 而且 整整9场比赛没有输球 在此期间 瓦伦西亚逼平了马进 皇家社会 并击败了比利亚雷亚尔塞尔塔 在西甲积分榜上 瓦伦西亚和巴萨同分 甚至前4名 有望冲击欧冠席位 对于瓦伦西亚来说 对阵西班牙人 不仅阵容处于上风 历史战绩和近期状态都占优 胜算大增 本轮西甲 西班牙人将冲击13年纪录 如果他们击败瓦伦西亚 将打破不胜魔咒 自从2008年以来 在客场首次战胜对手 届时 西班牙人的积分达到26分 距离欧战区就只差3分了 仍然保留希望 此意 吴磊也渴望迎来爆发 斩获个人第二球 帮助球队拿下3分 帮助球队拿下3分 祝尬